我最厉害的是调酒 调酒啊 调酒啊 每个机构有特色 就调了非啊 那这种互相PK的是不是就在调酒呢 不一定 就是调酒来的 就是调酒来的 就是说这个又到了一个日本人 每个人觉得自己 有的人以便宜为主 有的人以好吃为主 有的人以电 以车站比较近为主 反正这个就是每个人 他们生意的东西就不一样 你这个店是什么 你说的 他这个店就是什么 一个东西好吃 第二个东西什么 便宜又好吃 哦 对 对 对 然后呢 我好喜欢你的讲解 我就很常 他味道 就是我 讲解有朋友 就是我们叫我这样 不经常去G9的 因为G9东西 你都拿出来很少 就是也挺贵的 比如说 总的又多又好吃又便宜 你坐在又近 而且还有格调 对 所以说 然后他老板 就是说 就是说 挺厉害的 就是我觉得 就是他老板挺厉害的 因为他老板提说 这里面很多东西 物流什么都是自己顺的 什么 物流 物流方面都是自己配顺的 所以说 谈了 它都这么低的价格 他有 他也下了很多公司 对 他有多少家店 更多 40多家店 目前好像是40多家店 像 就是我今天带来这个地方 他只是大哥而已 像 池袋 池袋 它有500多个座位 那很大 非常大 还有新宿也一样 它就很好的地方也有 就是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大公司 池袋 池袋 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剧友 在日本 也不算 因为它 日本的铸酒品牌有非常多 比如说何明家呀 嗯 还有那一些就是白木屋 这些非常代表性的 也有很多 它只是一种的而已嘛 就是 然后呢 我们想到池袋 想到池袋 其实跟这没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 池袋 池袋 是一种什么意思呢 在日语中 池袋 池袋 就休息一下 还真不懂他老板什么意思 每个人都会 有这种的名字有意思 还真不懂 下次有机会去朝阪 他老板的时候 我帮他一下 池袋 因为池袋 毕竟有这个教育 对 就是说下次有机会 他老板的时候 我来的老板 你故事一秀 到底是什么意思 池袋 你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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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行了 好 不好找啊 前行的 然后你们自己就来自 好 我跟你 我跟你 这张相机 这样拍出的好梦幻 因为它有点烟尘 那是什么 喝什么 先来酒吧 这边喝什么 卡西斯 没想到 别门吗 下午那边 没想到 那下午那再跟我说 好 但是这看蒙古 我就回到美国了 可以啊 可以吗 好 我们来点酒吧 现在点酒 你喝什么 你帮我点吧 你想喝 是调的酒呢 还是说啤酒呢 调的吗 不是这样子 第一杯 他会先点啤酒 那我要一杯 然后呢 对 对 然后先干杯 干杯完了以后呢 慢慢调 对 然后呢 开始就是说 喝一些 比较有味道了 最后呢 就开始烧酒 开始拼了 嗯 还是这样子 好 好了 不是 先来 先要一个打麦冰 从来不喝酒的人 一定有 我不行 我今天开车 对 他开车不能喝 不是 他平常也不能喝 平常都开车了 别说开车 这个零好 好了 我们四个一瓶酒 喝这瓶哪一瓶都喝不了 那你今天也不能喝 我也不能喝 你这个人都不能喝 我们喝一点 这个喝有饮料 百分之三的就不行 对 我们喝了 我们喝了百分之三的这一瓶就对了 我喝这个 卡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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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啊 我就看那里 我就知道 卡西斯 来 卡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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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 写写 我们给我们点 他常吃的 觉得好吃的 三文写 我好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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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 这是 多少 这是 3分 可以 那 6 6分有嗎? 對,那是6分的 有盛合水嗎? 有盛合水,那是6分的 後來就沒時間 就有9分的 那就請多多多多 那就要師傅 就這大塊是以上 等一下,她上來以後 它一下子會上來很多 因為盤子都比較大 完了以後呢 我們再吃一些 就是我觉得比较好吃的吧 一拨一拨来 对对对对 哈 你看一下 我不用不用 我看你就点了好多了刚刚 不会不是真的很好吃 想很久了吧 想很久了还不让我吃肉 KT不让我吃肉 来找个驴吃肉 要剪黑 我以前跟四川人吃这个 我们在走啊走在澀谷走啊走 我们说好想吃火锅啊 我们湖北四川人那么久没吃火锅 我们去吃个火锅 那些个锅嘛 他去吃 然后这个吃完吃出来三个人都吃不了 为什么 太腻了 我们不知道这个上面只有这种肥肉 跟后来知道这种磨刺锅 上面就是那种肥肉 然后底下包菜 他就上两个 我说啊就是两个东西嘛 然后就是觉得好腻好腻啊 然后这个给我心里留下了强烈的阴影 那再来哭一下 这一条那种 油腻 肥肉 然后这种包菜 今天要多喝一点 今天要多喝一点 我不喝酒 日本没有劝酒文化 没有春酒文化的 你说中国说哎哥我来跟你喝一杯 你一定要喝 没有 日本没有 日本有 那他前辈后辈又那么明显 那前辈到底说你能不喝吗 对对对 这个其实都还可以 因为吵了干几杯太激了 是吧 日本人就没有说我特别能喝什么 没有能喝的就是 喝两杯马上倒了 对对对 觉得跟你喝没意思 是吧 找一个能喝的就在那边 就没有拼酒这个概念 像我们我们经常说什么 一杯一下就喝喝到底嘛 很少喝酒 哦 对对对 一口喝碗嘛 就是 那有没有这种敬酒的习惯 像长晚辈就是 就是晚辈 比如说过去敬酒的时候 你就递这边哎 过去 是这样子 他的敬酒是什么 是晚辈像长辈敬酒 就是概念 这时候都是往这要过去的 啊就是不咋不咋的 这样 这样就过去了 那会不会就是要这样进一圈 因为比如说我来最晚 那那我 啊 制法这个概念哈 我入公司最晚 那我是不是每个人就来进啊 哎 不要少 不要 日本日本是吧 比如说你比较晚了以后哈 他肯定会联系这些 日本比如说我同事出去吃饭 肯定有个人是组织了嘛 叫做干事长 他的组织这次那个活动的 然后呢 你比较晚的时候呢 他一般都会打电话给他 然后打电话完了以后呢 他们日本人不会这样子 他什么 他都不过 从后面溜进来 哎 他来了 你的啤酒 你的啤酒 谢谢 我的可乐 哈哈哈哈 喝了我的水 干杯 干杯 谢谢 谢谢 这个是 棒饺子 嗯 棒饺子吗 棒饺子 棒饺子 就是棒型的饺子 棒型的饺子 对 棒棒饺子 棒棒棒的那种 对 对对对 我好喜欢的 这个是 这个是说 大板烧之类的 对大板烧之类的 里面是 哦 还动 我上次觉得 哈哈哈哈 这个没吃到 还动 你看 吃 那先吃吧 这个挺好吃的 可以吃 哦 吃吃吃吃 对 这个大一点好吃 他查理办法 那我 这个有塔莲吗 这这 你给我拿 对 你也加点塔莲吃 哦 不一样的 不一样 好 谢谢 我放纸的 那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嗯 吃哈 各种味道 鸡翅 没有辣的 各种味道 对 那有三种味道 变菜鸡翅 对 一个甜口味的 可能盐味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瓶椒味的 这个是烧烤 烧烤 嗯 烤串 烤串 刚才这个 这个 这个鸡翅好吃 好多味道 而且味道会比较重 哈 没有酸 没有酸 本来因为吃 它听不起 好 好 辣面 好 辣辣 这个鸡筋面还可以 我们摁一下 来哈 将来一下过来 摁一下过来 其实早期我们来日本留学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在这种店里上班嘛 嗯 那这种店里是什么 比如说当你进来了以后 有 比如说有那个 有烤东西嘛 炸东西 然后呢 当你进来了 这东西往下放炸东西 还有就是 烧烤啊 还有烤酒的位置啊 还有就是炒菜 回来吧就可以炒菜的位置啊 大家就是 然后这样你就 还有一些 烤一些 比如说沙拉大吧 就是这种的东西 我还看你这种有哪个区域啊 我以前我这轮店上的比较多 比较少 我这轮店几乎没上过 我上的比较多的就是那种 像 书啊 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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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书这种店我以前上的比较多 嗯 哎 中文那个店 我看之前他们就往上的很晚 对呀 通销啊 上了 他们怎么轮班的 这是啊 他们一般都是 通销班跟中午班跟晚班 嗯 是 比如说通销班的话 他就从那个 往上的十点 上到早上的八点 中午班呢 从早上的八点 上到下午三点 或者五点 嗯 他从五点 再上到那个晚上的十点 然后通销班呢 又来接班 三个班吗 三个班到 嗯 对三个班到 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日本是这样子 就像十点以后了 所有的工资都打 百分之二十五 十点 晚上十点之后 对 一直到早上的 五点 五点 对 然后呢 八点这一段时间 为什么 因为你工作了八小时以后 也算加班 嗯 所以说他八点以后也是二十五 哦 对 日本是八个小时以上 他也是算加班 我上次看的时候 他们 嗯 就 我以为我晚上那 当十二点多了吧 我们来吃了 一直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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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忙 不要忙 这真的很忙 对 你实际经验 对啊 就是晚上凌晨 然后几点 两点钟啊 电车 电车停了 大概电车是十二点多到一点 左右 这每个地方不一样 越远地车越晚嘛 听完了以后呢 就是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什么来吃饭 然后呢 他们中间哈 就开始要来货了 就是说 电车里面配信货到了 那又要开始洗 因为 一整天都不在买二十小时店嘛 他们要拆机器 哎就是我嘛 哈哈哈哈 你靠的吗 要拆机器 就是 机器 所有的炸有的机器啊 就是要开始炸机器 就是拆机器 拆银锅 日本以后都是三天换一次 蛤 三天换一次 对对吧 对 那个是 试纸测 测完了 那个ph 试纸高了 就得扔掉 你还就是 哦 你自己测下去 已经用过了油 对 这是个强制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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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食品安全法的 是ph 试纸 测完了以后 你的ph 试纸已经很高了 双部很高了 就得倒掉 有人会检查你们吗 对啊 你们自己啊 自己啊 完全是自觉 完全是自觉 老板 老板就说要求你们必须按照这 对 那日本呢 以前我进去了 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看也没有过期了 有过期的东西 10公斤呢 20公斤呢 我把垃圾捅了 真冷 对啊 10公斤20公斤都扔掉 这么自觉 是啊 没有人看到你的自己一个 老板也相信你们员工 本来也不是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大家都互相很信任 是什么 买票也不会看到你 要不要检票 对对对 都是靠自觉的 真的啊 我以前也是啊 我以前就是因为干了比较久了嘛 什么都堵了以后 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时间到了 堵了堵了 特别是漏泪的东西啊 真冷 真冷 嗯 习惯了就多冷了 这么多冷了 真 真 他怎么会过期呢 配送过来的时候过得期 一个东西什么 有些东西那个 他们日本配送东西的时候啊 他都拥不知道 今天能卖多少钱 他来多少漏 买多少米 对啊 可是呢 有时候会减错 有时候比如说 漏没有卖多了 别的东西卖多了 他都会影响这些所有的东西 不均衡 对对 所以说有时候就会出现 没有这么买 他不会往回退 就是留在那里 没有地方退啊 到哪里去啊 到了就留在这 对啊 用不完之后 用用用到差不多过期了 就不要了 就不要了 那他一般也忙了几点下晚上 你是夜夜装什么 下午下哈 就是哎 大家回到刚才地方 你忙完以后 大概两三点左右 就开始没有冷了嘛 那时候 就开始要洗机器 洗机器 就是比如说 我当时做的是那个 混沌面的地方 机器全部都得拆掉水放掉 然后呢 拿刷子里面刷 刷了刷 冲冲冲冲冲冲冲干净的 嗯 机器洗完了以后 还要洗油锅 油锅洗完了以后呢 还要洗那一些 就是那个 就是日本有洗米筋嘛 全部的机器都洗一遍过去 嗯 洗完了以后呢 开始洗地板 嗯 然后呢 这时候地板洗的差不多了 然后呢 货用量 货又到了 到货了 到货了 货了要整一个多小时 知道 纸箱拆拆的先 拆纸箱工夫非常好 就说拆纸箱的工夫非常好 然后呢 拆到拆完了以后呢 你休息时间到了 拿着进去休息 休息到了早上五六点 然后呢 他们吃早饭了 那又来了 哈哈哈哈 对 就实打实的这个活 所以说 其实日本你说工资高啊 确实 比如说 做了也很做了很多事情嘛 比如说我当初就是说 你说因为 呃 引力不好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人三通箱了嘛 一个人三通箱 有时候 一下子进来二三四个人 哇 那疯了 对啊 那你怎么干呀 那就是靠记忆 因为我非常熟悉的以后 就 客人每个单顶都会记得住 套餐什么套餐 来个客人先进来后进来 我都不看单 全部都能记得住 然后跑跑跑 给二十多个人坐 对 对 可能三十分钟就出去了 是三十三十分钟 那二十个套餐就出 一分钟比进来三个套餐 就出去了 就是那时候是做的比较 久了以后哈 因为我之前看我怎么在做嘛 我上台拍了 其实是很快 很麻烦其实要做 对 比如说哈 可能我们那时候是卖那个 乌龚跟那个 就是盖发嘛 可能点了一个 什么跟什么盖得好 我我就说 全部东西都扔好了以后 一上去五六个客人 怎么怎么调菜七五八的 就是真的非常熟悉 对 所以说日本 其实不单单是我一个人这样 大家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 大家对自己的领域都很专一 都很专一 比如说我也一样 然后呢我一出来以后发现 哎呀我也没什么想不起 大家都一样 这个那个调景是一样的 比如说今天一下子客人进来非常多 然后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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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多的调景单出来 一下子二三十个调景单嘛 嗯 他就是能很快的 他就是有这样子能力 他这个分工是怎么分的 像就是你松屋为例啊 就是说你员工 店长 还有什么 员工 店长 还有LIDAR 就是说 员工 社员 店长 社员 还有那个就是 LIDAR 就是说 区域经理 零食工里面比较高级的一些了 就是站的比较久了 那你当时你属于是 员工啊 哈哈哈哈 你算正式的 不是正式的 我们都是零食工的 就过于你当时是过于工 对呀 就是零食啊 我都怪的 一个10给1000块钱了 晚上1250了 对呀 那店长一般是白天出现还是晚上 店长啊 嗯 其实啊 就是说 饮食店的店长就是 人才不会留在饮食店的店长里面 什么 人才嘛 好的人都不会留在饮食店的店长 对 现在饮食店长 他们也就是什么高中生啊 还有大学毕业生 就没有什么能力的人 会留在日本饮食店的店长 然后他们就说 普通说没有人上班就来上班 哦 晚上没人来上班的店长也可以来 电脑收入会比 电脑收入会比 人家公司高多少 这个你都可以 每个公司来比 也收入比电脑 有收入一个店长的公司比谁 比普通店员 普通店员是零食工吗 嗯 有的零食工 有时候上班上的多都比电脑高 哦 因为他自己给店长吃安日 多劳多得 对 对对对 你说 有的人在书目上班 你都能做四十万五十万日币 还真有难啊 天天上通宵 一周三六天通宵 当时的公司已经有什么多少钱 现在比较高了 以前大概是一千二百五十 现在可能一千三一千四都有 一个小时 那是不是比新西兰高 就是啊 比新西兰的时薪 这是上通宵 这是上通宵 上通宵 平时的话大概就一千块钱这样 一千一一千 对 一个小时 对 这么多呢 算不过来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就是六十二块 等不动了 新西兰最低时薪十六块钱 五倍汇率 巴勒国家其实收都高一点 不敢 就好像我们国内比如说 他在现在说过 巴勒国家也会在现在收 鱼汇率不一样而已 嗯 那 关了啊 我也不知道 这是 这是那个 大概是什么地方 那个什么肉 那个 鱼还是 鱼 那个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吃这个 我不了解 我哈 立鱼 对 我叫做的 其实中文是什么东西我真不知道 嗯 就是说 脑袋里面已经记得这个 因为中国 从一开始学的时候就是 就是这个鱼是这个叫这个名 对 没有翻译没有没有没有翻译的需求 有点像鳞鱼啊 嗯 有点 有点 好多好多菜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就是那个 猪肉拌那个大大萝卜 萝卜那个 萝卜猪肉 对对对对 还有我第一次没吃过这个东西 对 这个非常推荐 这家店我非常推荐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做鸡 那个鸡饼那个鸡那个鸡那个鸡的吗 煎饼 煎饼 海鮮 鱼饼还是海鲜饼 这个是那个像什么 理辣叫什么 韭菜饼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选一个 好好吃吧 好吃吗 这大厂 这不是猪肉 还可以 那个是炸鸡块 炸鸡块 嗯 这是日本聚集无表辣的 炸鸡块 日本很多雞鸡肉 它都有自己炸雞 還有做法 有雞鸡肉炸雞肉 很好吃 對 會好吃 那邊 那邊 日日吃雞日 那個日日吃雞日 是不是這邊一個流行說法 你已經說過了 是說日日是好日 然後我們去了一家店 那家店就把那個slogan改了 日日是雞日 因為那家吃雞的店 那家が減ったよ